今天有车我们好好来看一下 当然现在我最近在路上 觉得它的能见度有越来越高了 对 因为我跟讲其实很多人是这样 就是说Toyota坐电动车怪怪的 然后后来但是开了之后 其实我有几个朋友 而且是稍微有点年纪的 他们开完之后说 原来Toyota电动车这么好晒 他们第一句就是很好开 开起来确实好看 而且他觉得底盘更稳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外型 对 这个BZ我觉得 其实它刚出来的时候 因为它是去年的5月 台湾倒入的 那时候我记得还跟中尉去试驾 我觉得我们开上路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就是回头率很高 他说我这车看起来好帅 就第一个就是 它的整个车头是非常霸气的 而且这种大梯形的一个 不能算是水箱护照 因为电动车现在 比较少了水箱护照的一个造型 大梯形的这个整个车头 一直往旁边 一直扩展到所谓的这个 线条很俐落 对 然后其实很突兀的 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说 因为像这一块 它做成防刮材质 然后从叶子板跟 保杆两侧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有一 一开始考验你的审美 对吧 对 我想说 怎么会这样设计 看了很久 看久了呢 现在其实还蛮习惯的 因为想说 有一些网友说 有视觉冲击感 看久了会顺眼 是不是这样 其实防刮材质会有 另外一种 比如说比较户外 或者是越野的那种风格 而且真的面积很大 对 那时候有些网友说 哇塞 连考期钱都要省 但我觉得倒不是这样 而且考期也没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 整体的一个造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车车 其实它的整个车身尺码 会比RAV4再稍微大一点 因为它车厂来到4690 然后车宽有大概一米九多 所以电动车通常会坐得 稍微宽一点点 然后你看 我刚刚讲 这个叶子板跟钱包杆 就是用防刮材质来打造 然后里圈的部分是18寸的 然后用的是有口哈马的一个 算是非常节能跟安静的胎 所以其实在开这部车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次开 我刚才我那两个 我要叫叔叔嘛 其实也没大我几岁 长辈 长辈 对 他第一次开车说 好安静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好好开 第二个叫好安静 因为没有引擎声 没有震动 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就有可能 就是他现阶段所开的油车 最大的一个差别 对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201匹扭力二十几够用吗 他说很够啊 搭车就有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 第一次碰到电动车 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后座空间 对 然后他的轴距有到两米八多 那我认为其实BZ的优势 第二个优势 就是在他的后座空间 我们请终于上座一下 因为他的膝部空间 然后包含平整化的一个底盘 然后你看那个膝部 你看至少四个呗 三个多 真的真的 四个拳头 接近对不对 四个拳头 对 所以我就说 其实BZ的后座 你就算坐到第五个人 还是很舒服 如果硬要我挑剔他 我会觉得我的脚略略会选 对啦 对我大腿是会选空 但是如果你顺身 因为反正前面那么大 是 你就是这样子摆的话 往前伸 OK 对 那你大腿还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支撑 然后中间非常的平坦 有两个Type-C的充电孔 有独立的空调 除风口 对 所以真正要坐到五个人 中间那个人也会相对比较舒服一点 对 然后椅背有两段可以调整 然后头部有两个拳头 对 表现出来的空间感 确实是很好的 而且甚至更剩Ruffle Ruffle已经算够大了 但BZ你是会说 好棒 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粗 油车跟电动车 电动车有优势 我们常会这样 那我买电动车比较好的地方在哪里 一个一个比较 是的 好 那在后档的部分 你看上方有一个非常有造型 当然也有一些空气力学的一个尾翼 然后后档的倾斜角度 一直延伸到所谓的这个压尾 其实你看它这个 它这边是有另外一片 这个压尾 我想说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但看久了 我觉得其实还蛮帅的 至少有一个造型 然后贯穿式的一个LED尾灯 一直从左边一直延伸到右边 然后下方虽然电车没有排气管 你看但还是有一些 比较运动化的一些造型 两个摸制的一个造型 然后这个所谓的电动 而且很好开真的超好开的 好 我们继续进车呢 Torota目前的电动修旅BZ-4X老爹 在内装布局上 当然你看看它的仪表 就走一种比较错落的层次感 对不对 前方的仪表这个位置有点意思 对 因为其实当初看到的时候 怎么好奇怪 怎么感觉仪表板离我好远 但是后来想说 对耶 这样有点悬浮式的一种感觉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只要视线往下移一点点 就可以看到这个仪表 这个当然啦 因为以现在来讲 我会觉得配七寸稍微小了点 如果可以配到10.25的话 至少我觉得会更好 那这样的一个整个驾驶舱的设计 我觉得当然为了凸显它的一个设计感 因为像现在 比如说像七哥的那个Prius 它也是这样的一种 包含这个方向盘 这整个摸制的一个造型 其实都长得算是非常 那这样的话既然它离仪表还那么远的空间 它是不是可调的范围会相对大一点 可以可以 就是你看前后 然后上下 那像我现在因为其实刚刚对我来讲 我的身高169 你看我现在椅子调到最低 方向盘调到最低 就刚好切到 萤幕的最下方 那当然你如果身高高一点 你可以这样子再稍微拉高 其实这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 然后这边是七寸 然后这边是12.3寸 中间这个就很大了 对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 它也加上很多像这个钢琴烤漆的面板 来营造它的一个质感外 其实你看它的整个中控旁边 这个这种布料 织布的材质来做一个质感的这种打造 那这个里面当然也就是内建的 比如说像你可以跟手机做连结 然后360度环景 那包含像它的这个所谓的自动跟车 车道自中 其实它都有 RCTA后方这个车流警示等等 安全都是基本上都是满配的 那这个萤幕里面当然比如说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然后这些都是算是标准配备 然后再来往下看 就是比如说两张座椅都有 加热 都有加热 光压盘加热 对 然后空调可以独立出来 有突出的实体按键 是的 再加上这里有360度的环景 环景 然后有躲破环景等等 然后弯培斗 对 然后再加上了无线充电 跟这个置物空间 对 跟置物空间 然后它现在也有一个上盖 很多车厂大概会陆续注意到这个部分 是 让你有一个防护 然后下面有Type-C的充电口 以及12V 刚刚老爹讲的这个织布材质上面的纹路 跟座椅上面皮料上面的这个元素还是一致的 所以我觉得就实际真的开过了这台电动车 大概口碑都会很不错 真的 因为它会是你接触到Toyota的车里面 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车调校上越来越讲究 可是电动车这种低重心 重心更稳 操控更好 还是有优势 对 我们两个那时候不是在高速公共开到100出头 对 对 真的觉得它很稳 很开心 对不对 好 谢谢老爹 从进入这队照样 你好 当女巫主 稍尾现在已经有双人床 双人床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台车 我们装东西装这么多 这个是很凶的一台车 号称是车速界楼中楼 收叶 收叶 啊 冲啊 可以太凶 有吗 衣服一样 好 那山那古道了 然后这个突然唤醒了我小时候的鸡 酱菜是不是 鸡场鹿鹿 黄金鹿战队 高速好好玩 耶 耶 天主皇级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首车数报道 年底Toyota的全球 真是树立叫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冲气要选到你也看不到吧 踩山油门 地床低线也要您一起上线 这边 初遥通过去的 我们下注载好